环卫工为了打扫城市 无论天气啥样都会出门 有时候天气太冷 吃上一口热饭也会变成奢望 可以帮我热一下饭吧 饭就凉了帮我热一下 有办法帮我热一下饭吧 如果环卫工去街边的店里求助 会发生什么呢 不好意思 想麻烦你们一个事 你们可以帮我热一下饭吧 热一下 我这饭都凉了 看到店里员工的表情 看起来很不情愿的样子 感觉会被拒绝呀 热一下热不留 怎么了 真的好忙你知道吧 但是感觉黄环卫工快被要赶出去的时候 接下来的剧情 小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把这个丢了 我给我打一碗热的给你 这个热我们不好热 我没有微波炉 我给你打一个 我给你打一个 我炒个菜给你 因为店里面没有能热饭的东西 于是老板决定给环卫大妈炒菜 并且请她在店里吃饭 有点老蛋可以吗 我就是要冷一下饭就可以 热不了 热那个碗子 可以 就坐在这里 我那个碗 我还是热碗 正好我又是坐在这行的 那也没什么事吧 就稍微出个举手之牢一样的感觉 天很冷 但心很暖 应该多多宣传一下这样的事情嘛 事情虽小 但却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大赞这些普通的店家 都是挣着辛苦钱 但是都有着一颗温暖的心 这样的店家呀 活该 生意兴隆 咱们继续